大家好我是阿信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我給通金竹的標股報告書 今天是10月29號 禮拜二 以前就是今天的影片 那我們今天影片來聊一下大盤跟台積電 因為像在今天看到大盤是一個殺了一個 咪咪貓貓的情況 那當然就是像在昨天的台積電ADR 就跌了超過4% 那所以說我們今天針對這一部分 來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那在影片開始前 好喜歡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好那一樣現在看到今天的大盤 那在今天的大盤是跌了271點 那可以發現說 今天的跌幅是真的算是有點重啦 那只是說在跌下來之後呢 你可以發現說今天開始留了一個下影線 那當然這邊留下影線 並不是說這邊就一定能夠止跌 那只是說因為像在今天 可以看到不管像台積電 或像是像鴻海 然後廣達 然後聯發科 這一些的全肢股都是出現下差的情況 所以才讓今天的大盤是有跌了 將近一個300點的情況 那只是說從這邊來看的話 大盤大概會有幾件事情要稍微留意了 那首先第一個部分就在於說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說 以這禮拜來講 他剛好已經殺到了基準架位置 所以這邊就會去思考說 如果 我說如果 如果說這個基準架位置被殺破的話 那我們就會看到說 五周均線 他可能就開始下彎了 那這個五周均線開始下彎的話 對於大盤的趨勢來講 就不算是一個特別好的情況 那另外我們還要去留意一下說 假設在這個地方 如果能夠止跌的話 假設就在大盤向監往下殺之後 能夠 重點是在於說 大盤在接下來幾個禮拜 他能不能夠過前一個禮拜高點 因為你看嘛 在前幾個禮拜的時候 你都可以發現說 大盤的K棒 周K棒 他都是維持著一個低點越來越高的情況 那目前的這個禮拜 他已經跌破了上禮拜低點 那假設接下來幾天還是站不回來的話 那我們就要去思考說 如果說之後大盤 他還是維持著一個 高點越來越低 然後低點越來越低的情況的話 那就表示說這個盤 他還是在一個下降趨勢當中 所以說我們現在要觀察的重點就是說 原本的這個上漲趨勢 他到底能不能夠扭轉回來 因為如果說假設大盤的氣氛 開始好轉的話 那當然對於一些個股的操作上 會比較 比較容易操作啦 不會像現在就是 好像是所有股票一起跌這樣子 對所以說我們現在在觀察大盤的重點 又在於說 在我們部位 或是在一些操作策略 其實蠻重要 如果大盤氣氛好轉的話 那當然可以去有一些 比較積極型的操作 那如果說假設大盤 還是在處在一個下降趨勢當中的話 那我們的操作可能還是會 繼續偏比較保守一點 好那大盤講完之後 那我們再來講到 代表氣氛的櫃白指數 因為櫃白指數 是我們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就一直跟大家去有提到的部分 好那像我們在這禮拜 也是跟大家講說櫃白指數 他們不能夠跌破 上禮拜的低點 那你可以看到 像這禮拜已經跌破上禮拜的低點了 所以表示說 在過去這幾個禮拜的上漲慣性 也真的開始出現改變 那像現在櫃白指數 還有一個比較需要留意到的地方 是在於月線圖 為什麼要看月線圖呢 因為我們這樣講 就是日線 它代表是一個短期的趨勢 那周線代表中期 月線代表長期 好那像這一張圖呢 就是大盤的月線圖 那我們會去觀察到 就是所謂的扣頂值的地方 像扣頂值是扣到這個位置 也就是說呢 到了下個月的時候 如果假設指數佔不上這一條 我們像畫這條黃色線的話 那麼五個月的均線 它就會開始下彎 那我們知道嘛 就是月線它是一個長期的趨勢 如果說五個月的均勢下彎的話 就表示說它的長期趨勢 也是開始會出現問題 所以像在2022年的時候就有股價 它跌破了五個月均線 然後就一路的這樣往下殺 那好一點情況是它這邊盤整 那不好的情況呢 它就真的是這樣一路往下殺 所以說在現在來看的話 就會認為說指數 它如果說假設它站不上一些 它該站上的位置的話 那這個東西在操作上 就真的會比較需要小心的 所以總結大盤來跟大家稍微講一下說 首先第一 像我們剛剛講 加權指數 它殺到周線的基準價位置的時候 那這個部分 會去思考說 這個地方可能 它可能稍微有遇到一些 所謂的止跌的訊號 就可能有機會在那邊止跌 但是要觀察說 它的上漲趨勢能不能回來 那另外呢 在貴買指數的部分的話 就是會觀察說 到了下個月的時候 這個五個月均線 它能不能夠 繼續的維持上揚 就如果五個月均線轉為下彎的話 那這一部分 我們在操作上 可能就真的會需要當心一點 所以這個就是大盤的情況 好那講完大盤之後 那麼再來講到台積電 因為台藝鏈最近真的是一個 多勢之秋 只能這樣講 就是說 我們知道台藝鏈的基本面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就很強勁 工作 生活忙碌 沒時間 卻又想要學習有效的股市操作技巧 並且想要迅速的得到 股市上最新的資訊跟重點 訂閱阿信的Quest Play文章 每天不用一杯咖啡的金額 從新手小白該學習的股市基本知識 到進階的技術面操作技巧 還有每日更新的產業資訊文章 還有獨門篩選強勢籌碼程式 也是每日更新 外地密道 平日也有盤後分析影片 週五還有因應時事製作的特別影片 影片中提到報告 也都歡迎跟我們助理索取喔 還等什麼 趕快加入Dieter 找助理拿福利吧 像上次的法術會 就公司已經講了 就是他接下來幾年 都是維持一個非常強勁的成長 那不管像是在資本支付這一塊 或是像是在他競爭對手這一塊 總之他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他現在的問題是 一些新聞去影響他 像是在前兩天的時候 就一篇新聞是有提到說 就是有台藝鏈 就是有研究機構 表示說台藝鏈晶片 他有出貨給華為 那 當時台藝鏈他也沒有去證實這件事情 反正就是 他有說他要主動去調查 那只是說像這個是科技新報 他們提到就是說 他們是可能是 這一間叫做算能科技 那他 透過跟台積電拿貨 然後再出給華為 那是說這件事情 目前像在新聞就看到說 他們都還沒有發表回憶 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是真的假的 那只是說就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就是如果我說就是就 就我理解到的情況 就是說你要跟台藝鏈投片 其實不是說我想要來投就來投 你知道嗎 因為台藝鏈他會做一些 他會做一些調查 像我們知道嗎 像是在美國他們在制裁華為的時候 他們就是很嚴格要求說 你的公司 你不能夠出貨 在一些星星製程這一塊 你不能夠出貨給華為 那時候美國他們很要求這件事情 那台積電呢 他們當然也會去遵守 美國的這一顆要求 所以說如果說你要跟台積電做投片 假如說 比如說你是一個新客戶 你要跟台積電做投片 好 那這個東西當然台積電就會去調查說 你的用途在哪裡 那你的客戶是出給誰 結果你會做一些那種身家調查 那或者說他也會簽署一些相關文件 就是說你沒有去違反美國規定 所以說就我知道的情況大概是這樣 所以說這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當然也是有一點壓抑就是說 因為這個就是910B這個東西 他也不是說一個太新的晶片 只是說在之前的事情的話 那現在被挖出來 那當然這個東西就是一個 就比較偏向是一個炒新聞的概念 就我個人會覺得比較偏向炒新聞 因為他也不是說最近才發生的 就是說 他是一個在2020年9月之後 就已經開始停止供貨 那說這個910B也不是一個最先進的晶片 所以說其實在現在來看的話 就認為說這個新聞就有點類似 好像是就是刻意在有一些台積電利空消息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那我們的川普先生 在昨天又開始放話 結果川普他開始抨擊了晶片法案 好我們知道嘛 那這個晶片法案就是當時的拜登 他的一些政策 就比如說我們去 假設台銀店去美國設廠 那美國他會給予補助 或像之前環球晶 他們去美國設廠 那美國會給予補助 所以說其實在這個晶片法案就是說 美國想要去鼓勵大家 來美國設廠 那當然來美國設廠 那第一個可以去增加 就是他們國家一些就業 所以這個東西對美國來說是好的 那只是說川普的講法什麼 川普講法是說啊 就是我幹嘛他們來設廠 我幹嘛要給錢 讓給錢讓他們來設廠 不用啊 我只要把關稅調升 他們就自動會過來了 對你想的很簡單 就川普真的想的很簡單 就說對很簡單啊 那個我只要把台積電關稅調升 那台積電受不了這麼高關稅 他是不是自然而然就來美國設廠 對就用你想的都很簡單 但實際上的情況真的不是這樣子 好像在今天的這一篇的花旗報告 他就有去講到類似的情況 好那在這篇報告呢 他就有提到說 因為像比如說像台積電我們知道 他是出貨在晶片這一塊 好那只是說出貨晶片這一塊呢 那我們去想嘛 他出貨晶片之後那你還要經過什麼 你還要經過封裝啊 那封裝之後呢 你可能還會有什麼 再把它放到比如說像是手機 或放到像是在伺服器這一塊 才出貨一個成品 那這些成品才會再出到美國 所以台積電並不是說 我直接一個晶片就出貨給美國 好那輸出車在這一篇報告裡面 他就有去提到這件事情 就是說好我們去看嘛 像比如說以AI伺服器來講 像台灣這邊的組裝廠 可能就是以鴻海 或是像是廣達為主 那像美國呢 美國可能就是美超圍 是AI伺服器的組裝廠 好那你想嘛 如果假設台積電的晶片 要出給美超圍 那在關稅提升的情況之下 這表示說美超圍的成本 會增加 那因為我們這邊 比如說台積電的晶片 好他給比如說他給其他人 那局外出好了 給鴻海好了假設啦 那他的成本怎麼樣 是不是就會比美超圍來的低 因為他不用這個關稅問題 所以說其實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就提高關稅這件事情 其實對於美國公司來講 並不是這麼有利 因為第一個他成本會增加 那你的成本增加的話 當然你美國公司的 你的獲利 他可能就會被往下 所以說其實在這件事情來看的話 他並不是一個這麼有利的情況 所以並不是說 我只要提高關稅 台積電就自動會去美國市場 並不是這樣講 為什麼 因為你還要牽扯到所謂你的成本的問題 好那再來我們剛剛提到說 就是說你在出貨是出所謂的晶片 那晶片你還要經過像所謂的封裝 然後到之後變成成品組裝 組裝完之後再出到美國這一塊 那可是你要想一件事情就是說 現在比如說好我們一台手機 一台手機或一台伺服器 那你要怎麼知道說 他的晶片佔比是佔多少 所以說在報告裡面他有寫到說 就是你很難去知道說 他整個的佔比的部分是到多少 所以總結來看 就是說如果說單純就磕稅這件事情 就對台積電關稅的這件事情的話 就是其實有一點點就是蠢 這是蠻蠢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假設我們這樣假設 假設現在有替代廠商 假設現在有替代廠商 那大家認為說台積電你的關稅比較重 那我可以跟誰 跟Intel拿對不對 但可是現在的先進資人我們知道嗎 就除了台積電之外 你找不到其他人 也就是說 台積電他幾乎是一個接近 幾乎是個獨佔的情況的話 就你沒有有替代方案 就你只能找台積電 所以我不知道川普講這句話的意思 他到底在想什麼 就是我看不太懂 就是我看不懂他在想什麼 就是如果說你有替代方案 比如說台積電他的東西比較貴 那我可以找Intel拿 那我找Intel拿 那當然是不是可以讓我美國 我的美國的一些 就製造也能夠開起來 沒錯吧 但可是現在的情況是說 你找不到其他人 可以來取代台積電 所以說好 假設就算你真的好 NVIDIA假設好 我下單 我下給Intel Intel做不出吧 他還是要轉給台積電來做代工 所以說在川普講這件事情的話 我自己覺得他有點欠缺考量 就只是說 他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台灣他搶了我們的晶片生意 所以說我們要跟他多收很多保護費 那台積電呢他就莫名其妙去背了這個鍋 但他沒有想要就是說 以台積電這塊 因為他的 應該說他的獨特性來講的話 其實美國要拿他來做一些 提高關稅動作 其實是真的蠻難的啦 就是 因為第一個他出晶片嘛 他不是出成品 那第二個就是說 在他的替代性這塊 他其實沒有太多替代性 所以說其實就台積電他在 昨天ADR 他昨天跌了大概4點多%的話 我自己也是覺得蠻瞎的 因為其實我們去看到說 如果說我們就撇除掉 就是這些新聞相關的話 我們當然從台積電的 他的一些展望來看 像這一篇是 就是凱吉的報告 那其實在今年 大家一股他EPS大概45塊 那明年大概就57塊 後年大概可以接近70塊 這不一定就是 大家有些股67啊65之類還差蠻遠的 那其實說我們在未來幾年 都是會看到就是說 喔台積電 他都還是會是一個蠻強勁的成長 所以說其實如果說 假設像這種 新聞的亂流出現的話 那當然可能對股價來說 會造成一些影響 因為像現在大家很怕說 川普就小小嘛 就生金變這樣 就是他可能會因為這件事情 然後開始去擴大關稅啊之類的 那其實擴大關稅這件事情 對現在川普來講 也不是這麼有利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你想嘛 這樣美國的通膨 他們希望把通膨數字給壓下來 那如果說你去擴大關稅的話 那是表示說你的一些廠商成本會增加 那你的成本增加的情況之下 接下來幹嘛 廠商要幹嘛 轉嫁給下游消費者啊對不對 你不可能說全部都是廠商自己吸收嘛 你還是要轉嫁給下游消費者 所以總結來看 如果說你轉嫁給下游消費者的話 那表示說你的通膨數字 要繼續往下 那可能就是真的會有比較大的難度了 所以其實像在永豐這一份 他也是有提到一個類似的狀況 就說啊 就如果說台積電 假設 他是真的把被課關稅了 那轉嫁出去的話 最終的承擔者還是怎麼樣 還是會是消費者身上 所以說對於這件事情來講 我自己就覺得說台積電 如果說新聞的影響 當然就是因為影響股價因素很多嘛 就你可能會因為什麼新聞 然後讓股價的出現下售 但如果說我們回到基本面數字來看的話 那其實這些東西其實真的是 我覺得是對他的基本面來說 影響真的是不會太大 那只是說在最近的盤面 應該說大家可能要稍微小心一下 就是說因為像最近 就除了像美國公司要公佈財報之外 像台灣這邊也很多公司要公佈財報 像在今天你就有發現說 有一些公司可能公佈財報之後 就直接下去了 像是天玉 1961的天玉 那他昨天公佈財報 然後今天就一根直接被敲下去 那原因就在說財報數字 他公佈出來是沒有符合市場預期 所以說在最近像這一種 就是財報公佈出來的數字的話 就是他沒有符合市場預期的話 那這個東西就會去提防說 隔天股價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下殺 那像是昨天的景碩 他也有法術會 那景碩他公佈財報之後 那也可以去發現說 像是在像這一篇是那個 摩克斯丹利 摩克斯丹利也是把他直接做個調教 那像是凱基也是把他直接做個調教 因為他們認為說 你沒有達到我原本的展望 所以說像如果說我們去看一下 像今天的一些就是漲幅的排行 你就發現說就是很多 昨天強勢的股票 然後今天很多就被直接被敲下來 所以說在像你看到比較像德偉 像德偉是前兩天又往上漲 然後又被敲下來 所以說在最近的盤面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其實那個 延續性真的是蠻差的 那只是說 這邊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說 反正現在大家很定調在川普選舉嘛 那川普會當選嘛 那川普當選的情況之下的話 大家會擔心說 川普在風言風語 然後讓市場的波動變大 那這個波動變大的話 也不是什麼壞事啊 因為在他選舉之前 如果說因為這件 川普可能會當選這件事情 而讓股市下跌的話 那說不定 我說說不定 搞不好說在選完之後 搞不好會有個利空出見的情況 也不一定 所以說在現在 我們還是會比較著重在 個股的基本面上 去看他個股說 他到底未來產業段話是不是好的 如果是產業段話是好的情況 那配合上股價有出一個修正的情況 那反而對於我們在接下來的操作 反而是個比較有利的情況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明天見囉 拜拜